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事实证明遏制中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最终只会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中国国防部表示希望中美两国秉持不冲突不对抗的精神加强对话合作 菅义伟与拜登举行电话会谈就进一步强化日美同盟关系达成共识 香港特区政府围风港岛北角移动大厦要求居民接受强制检测 内地春运拉开帷幕虽然公共交通客流有所减少 但疫情防控措施依然有所加强 持续决动车区头条新闻 由五粮业集团特约赞助播出 中国的五粮业 世界的五粮业 土地亚新闻聚焦北京 中国中央政治局周四召开会议 审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听取和研究全国人大常委会 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工作汇报 和中央书记处工作报告的综合情况报告 中国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和中央书记处2020年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 同一起对2021年的工作安排 会议认为过去一年五家党组为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推动各方面工作取得新成效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是十四五开局之年 五家党组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锚定党中央薄化的宏伟蓝图 咬定青山不放松 脚踏实地加油干 奋发有为做好各项工作 要认真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 持之以恒纠治刑事主义官僚主义 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100周年 会议审议了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 会议强调 要加强党对基层治理的领导 要构建常态化管理和应急管理动态衔接的基层治理机制 统筹做好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和管理服务工作 要构建网格化管理 精细化服务 信息化支撑 开放共享的基层治理平台 制定实施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十四五规划 更好解决群众操心事 繁心事 揪心事 持续减轻基层负担 会议审议了关于19届中央第六轮巡视情况的综合报告 和关于2020年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重点工作情况的报告 充分肯定有关工作 同意2021年的工作安排 会议指出 中共十九大以来 全面从严治党明显加强 政治生态持续好转 但仍存在一些问题 党委党组要切实担起巡视整改责任 用好巡视成果 统筹抓好整改 一体推进 不敢辅 不能辅 不想辅 把盐的主基调长期坚持下去 一贯到底 高质量推进 巡视全覆盖 不断提高规范化 法制化水平 为十四五时期中国发展 开好局 起好步 提供坚强保障 以优异成绩 庆祝现党一百周年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丰欧卫视综合报道 再把焦点转到中美关系 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 在周四的网络记者会上 回应关于中美两军关系时表示 遏制中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而对于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之后的中美两军关系 吴谦表示 希望美方本着专业素养和职业精神 加强沟通 避免危机 1月20号 拜登宣誓就任美国总统 28号的国防部旅行记者会上 发言人吴谦就被谓到 对未来中美两军关系的期待 以及对过去四年 中美两军关系的评价 特朗普政府任内 中美两国关系出现严重困难 两军关系也面临很多风险与挑战 事实证明 遏制中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最终只会搬起石头 砸了自己的脚 吴谦说 当前的中美两国两军关系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他证实拜登就任美国总统之后的 1月26号到27号 中美两军举行搜寻美军战俘 和失踪人员遗骸的视频工作会议 就美方关注的案例 及两军合作深入交换意见 希望美方本着相同的专业素养 和职业精神 与中方相向而行 妥善处理中方在两军关系领域存在的关切里 加强沟通 管控风险 避免危机 推动两军关系 沿着正确轨道向前发展 吴谦说 中方希望美方新政府能够同中方共同努力 秉持不冲突不对抗 相互尊重 合作共赢的精神 加强对话 聚焦合作 管控分歧 推动中美关系 健康稳定 向前发展 另外针对台湾民进党当局近期表示将深化台美关系 同时台防务部门持续炒作大陆军机进入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 吴谦警告说 那些台独分子玩活者必自肥 台独就意味着战争 凤凰卫视 霍卫伟流箭 北京报道 而中国外交部周四表示希望美方为气候变化等中美重要合作领域创造有力条件 中美在气候变化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空间 两国曾为应对气候变化 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合作 中美为推动发力协定达成签署和生效 发挥了积极建设性的作用 中方愿同美方及国际社会一道 合作应对气候变化问题 中美在具体领域的合作不是温市里的花朵 必然与整体的中美关系息息相关 中方已经一再强调 任何一方都不应指望 一方面肆意干涉中国内政 损害中国利益 另一方面又要求中国在双边和全球事务中给予理解和支持 我们希望美方能为中美在重要领域的协调与合作 创造有利条件 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周三出席网上论坛并发表讲话 他表示美国把中国当作战略对手和假想敌是严重误判 可能会犯下错误 而崔天凯并指出中美关系正处于新的历史关口 两国要增进互信保持对话 崔天凯出席由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 和美国卡特中心共同举办的对话会并发表讲话 他表示中美建交42年来不断深化互利合作 给两国人民带来巨大福祉 也有利促进了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 他指出中美在新的历史关口前再次面临重大抉择 两国必须紧密相连 重建尊重 信任和正常关系 中美要互信 不要误判 两国可以有竞争 但不必做对手 更应当成为伙伴 他强调 把中国当作战略对手和假想敌是严重战略误判 如果据此制定政策 将犯重大战略错误 崔天凯表示 中美要对话 不要对抗 双方应在平等和互相尊重基础上坦诚对话 不过他强调 在事关中国主权 统一和领土完整的问题上 中方没有任何妥协退让余地 希望美方尊重中方核心利益 不要挑战中方的红线 他并指出 中美合则两立 斗则智商 中方期待与美方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和抗疫合作 双方还迫切需要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 共同防范抵御国际经济金融风险 为世界经济注入信心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美国新任国务卿布林肯周三到国务院履行 并发表讲话 他承诺修补美国同全球伙伴的关系 并表示会向国际社会展示美国可以担当领导角色 美国新任国务卿布林肯27号正式宣誓就职 仪式由副总统哈里斯主持 布林肯随即发表讲话 期间谈其多个主要国家 他表示美中关系 无一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形容双方 有竞争 但也能够合作 布林肯主持有点共产业的专业 党内调整机业组合作 布林肯也有提及俄罗斯 称正了解俄罗斯对阿富汗美军悬赏金的报告 以及有关介入美国大选的问题 他并对俄罗斯拘禁反对派领袖纳玛尔尼一事表示深切关注 此外 布林肯也谈到伊朗 他指出 如果伊朗重新回到核协议 完全遵守协议规定 美国也会做同样的事 并及此平台与我们的盟友及合作伙伴 建立更长久 更强大的协议 解决在与伊朗关系中存在的严重问题 布林肯并表示会审视上届政府后期采取的一些措施 包括胡塞武装 沙特阿拉伯 以及野门人道主义问题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好 拜登时代中美关系走向何方 备受关注 相关话题现场请到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 带来点评分析 战士您好 你好 你好 杨树 你怎么看拜登执政之后 到底中美关系会向何方走 美国已经进入了拜登时代 在这个时候呢 其实中美双方都应该共同努力 寻找可以合作的一些可能性 那么同时呢 寻找破冰的可能性 但是非常遗憾 到目前为止呢 我们看到两国的领导人还没有通电话 大家可能还记得 在2016年11月9号 特朗普当时当选总统之后 在当天新兵主席就发去了核电 过了五天之后 也就是在当年的10月14号 那么新兵主席和特朗普就通了电话 两个人呢 谈论了中美关系发展的一些 共同关系的一些问题进行了一些展望 但是到目前为止 拜登宣誓就职正式就任 已经过去了七天 进入第八天了 我们看到呢 习平主席和拜登还没有通电话 究竟是美方羞于其耻 还找不到一个感觉呢 还是美方还没有找到 未来美中关系的发展的一个路径 一个政策 这个呢 大家都在观察 其实呢 通过这几天一系列的 美方的一些要人 包括这个国务卿 国防部长 财政部长 国家情报总监啊 在一系列的场合 发表的一些言论来看 那么他们的总的一个对话的政策 仍然是要遏制 那么仍然呢 是要和中国的对抗 当然布林肯呢 今天也谈到 在一些符合美方 以及双方意义的一些项目上 可以展开合作 比方说应对啊 全球气候变化 这个问题上 我们也希望如此 但是从目前美国总的对话政策来看 还摸不到一个 比较清晰完整的 一个录像 那么这个呢 也是大家比较担心的一个问题 因为中美两个大国啊 又是世界上前两位的最大经济体 那么在这个时候 如果依然要搞对抗的话 不仅对当前全球的抗议 经济的复苏不利 而且呢 对双边 对地区 对全球啊 都会产生不良的影响 那所以呢 我们期待 中美双方能够尽早的进行沟通 当然我们也收到消息啊 虽然是没有正式的消息 那么中美两国的领导人正在就通话啊 进行积极的磋商 希望在未来的几天啊 就可以实现这样的一个一个愿望吧 我们予以呢 这个期待啊 也希望中美两国早日的啊 那么进行沟通 展开新的合作 杨树 好 非常谢谢陈安生带来的分析 谢谢 好 去下广告 回来为您报道 习近平致电墨西哥及苏里南总统 就他们感染新冠病毒之以为问 中方表示 来华的世卫专家组 已经结束集中隔离期 将会展开溯源交流合作 台湾新冠病毒案例 已经连续四天零增长 但官方依然在扩大检测和防控力度 欢迎去搭乘时事纸通车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日前分别致电墨西哥及苏里南总统 就他们感染新冠病毒之以为问 习近平在给墨西哥总统洛佩斯的 慰问殿中 祝洛佩斯早日康复 习近平表示 疫情发生以来 中末两国守望相助 携手抗议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 坚定支持墨西哥政府和墨西哥人民 抗击疫情 相信在洛佩斯和墨西哥政府领导下 墨方一定能早日战胜疫情 习近平又向苏里南总统 善多吉之慰问殿 祝他早日康复 并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 向苏里南政府和苏里南人民 抗击疫情表示坚定支持 祝愿苏里南人民早日战胜疫情 凤凰卫视中文报道 当地时间周二 哥伦比亚国防部长特鲁西略 因感染新冠病毒去世 特鲁西略曾任哥伦比亚外长 并在一年半以前访华期间 接受凤凰卫视风云对话的独家专访 哥伦比亚总统府1月26日表示 国防部长卡洛斯·特鲁西略 因感染新冠病毒 于当天凌晨去世 享年69岁 特鲁西略曾任哥伦比亚外长 并在此任上到访中国 届时做客风云对话 在采访中 他曾表达对加强全球合作 促进多边体系发展的戏剂 我们想要更多关系 因为这是一个世界的世界 这是今天事实 特鲁西略在1月11日 确诊感染新冠入院 15日因急性肺损伤 开始接受重症监护 25日晚因重症新冠 和基础疾病并发症 导致病情恶化 最终医治无效趋势 哥伦比亚总统杜克表示 对失去这样一位同事 战友和朋友感到通行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发布的统计数据 美国东部时间1月26日 全球累计确诊新冠病例突破1亿 这意味着 全球每77人中 就有一人感染新冠 凤凰二十和的汉 北京报道 中国外交部周四表示 来华的世卫组织国际专家组 当天结束14天的集中隔离 对有美国官员称 希望对病毒源头 进行有力清晰的国际调查 赵立坚强调 任何先入为主 预设前提的揣测 都是不恰当的 世卫组织国际专家组 于1月中旬抵达武汉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赵立坚28号表示 专家组当天结束了 14天的集中隔离 世卫组织国际专家组来华后 根据国际普遍通行做法 接受14天集中隔离 将于今天结束 下一步 专家组将在符合中方相关防疫规定前提下 继续在华开展溯源交流合作 包括座谈 走访 考察等活动 赵立坚表示 世卫专家组 接下来的各项活动 都应符合科学溯源原则 都应以预防未来风险 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健康为最高目的 另一方面 针对有美国官员称 希望对新冠疫情的起源 进行强而有力和明确的国际调查 赵立坚强调 任何先入为主的揣测 都是不恰当的 任何先入为主 预设前提 进行负面揣测 甚至企图 进行政治化解读的言行 都是不恰当的 将为世卫国际专家组 在华开展科研合作 带来不必要干扰 不利于得出严肃的科学结论 赵立坚又呼吁美方 在病毒溯源这一事关 全人类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重道问题上 同中方一道 本着负责任的态度 尊重事实 尊重科学 尊重新冠病毒溯源国际专家组 付出的辛勤劳动 使他们能够在不受政治因素干扰情况下 开展病毒溯源科学研究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另外中国外交部重申 中方坚决反对将病毒标签化 将疫情政治化的错误做法 中方在新冠肺炎疫情问题上的立场 是一贯的明确的 在此我愿强调三点 第一 新冠病毒是全人类的共同敌人 不分种族和国家 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社会都明确反对 将病毒同特定的国家和地区相关联 第二 溯源必须本着非常严谨的态度 由科学家在世界范围内开展调查和研究 中方也坚决反对将病毒标签化 将疫情政治化的错误做法 第三 中方希望美方早日控制疫情蔓延的势头 愿同美包括美方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 推动全球抗疫合作 好 我们再来关心香港的疫情 截至周四凌晨 香港新增39宗新冠肺炎确诊个案 有38宗是本地病例 其中20宗源头不明 还有40多宗初步确诊 另外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在周四晚间约7点 微风港岛北角东发大厦 要求居民接受强制检测 这是一周之内第二次封区 有大批警员及身穿防护衣的工作人员 傍晚到北角景平街东发大厦外 拉起封锁线 限制范围内人士 需在周五凌晨2点之前接受检测 有专人以咽喉和鼻腔合并式子采样 在有结果之前必须留在住所内 等测试结果大致确定 才可以离开住所 政府表示 明白安排会为市民带来不便 已经安排在晚上大部分市民下班之后进行检测 目标是在周五早上大约7点完成强制检测 以便居民可以陆续上班 好 关北角的这次微风 立刻连线本台记者齐东博 东博你好 我知道你就在现场啊 请问一下这次微风行动有什么最新的进展 好的杨叔啊 那其实呢看到我的右手边呢这里是一个入口处 其实啊我们刚刚也是有提到说这个现在晚回来的一些居民怎么去这个进入他们这回家呢 那其实啊右手边现在有一个这个闸口 它就是来帮助这些居民呢进行一个登记 而尤其只有这一个入口可以让他们去进入 那另外啊在这个闸口的旁边呢可以看到有三个这样的一个小小这个空间呢 他们呢就是三个这个移动的公厕 那因为这个这次微风的区域是真的比较小 所以说里面是没有公共厕所的 那这些移动公厕呢也是为了方便一些工作人员来进行这个使用 那其次啊我们再看到这个微风区域内可以见到有两种颜色的帐篷 一种是红色一种是蓝色 那些蓝色帐篷呢都是来用来做检测的 那有意思是这两个红色的帐篷 其实里面是提供一些这个食品啊一些物资来免费发放给居民 那我们其实在之前他这个还没有封上之前呢是看到里面有一些杯面啊火腿甚至一些乳制品都是为居民免费提供的 那另外这个蓝色的这个帐篷呢里面是有一些医用的口罩啊以及一些检测用的这些用品 那其实现在呢整个帐篷是一个微风的状态 那也是为了最大程度的去保证到这个区内居民的一个隐私 那在这个微风区域就在我现在最远的这个区域是有一个叫登记处 这个登记处分为ABCD四个 然后也是分别给这四座大厦不同的居民来进行排队 这样也是方便我们这个民政事务署的人员进行这个统计和管理 那其次啊最后我们想看看这个我身边有一个这个车路 那其实这个行车道呢现在还是可以仍然通车的 因为呢这一次这个微风的区域它是很靠近这个马路 所以说这个政府也是最大程度的去保证了现在这个交通的这个行驶情况 好以上就是我们了解到的最新情况把时间交给杨叔 好的谢谢东博来自香港北角的连线报道 谢谢 好再来看台湾的情况 台湾在周四新增两例境外输入病例 而本土案例则连续四天零增长 但是官方坦言在下周四之前都不能放松 周四开始一连两天扩大裁检相关人员 而因应需求已经在医院外增设18个机动采样点 台湾已经连续四天没有新增新冠肺炎本土案例 北部桃园医院群聚染疫疫情看似回稳 目前来讲应该是比较朝着一个正向的方向在发展 那不过人人没有办法松一口气 那这个礼拜是一个非常就是非常紧张的一个观察期 那一切的时间点还是让我们第一个阶段的一个监测点 是二月四号 我们全面都会做一次的一个计划来做一些裁检 那确定是清零 官方在二月四号全院裁检前 先行在一月二十八号和二十九号两天 对医院的综合大楼三百零九名相关人员进行裁检 加上第一批隔离其满的一百多名医护人员 裁检量大增 官方紧急调度18个货柜屋设立机动裁检站 盼能杜绝病毒传播任何途径 另外传出院内感染事件 让在医院工作的清洁人员受外界歧视 爆出离职潮 20个人左右 有加重吗 当然有加重啊 怎么没加重 对啊 人变少要抽不出人来啊 清洁工的离职确有增加 确实有增加 那145人里面有20人的离职 那医院也透过关怀 那也加发上班的津贴 那比照正式员工就与福利等方式于稳定跟未留 官方防毒病毒安稳民心双管旗下稳定疫情 因应农历春节南来北往的返乡人潮 为避免群聚感染风险 火车高铁公路和航空客运内将禁止饮食 凤凰卫视团净土陈文堂台北报道 世界卫生组织的新冠疫苗管理机制 已经有近190个经济体参与 目前获得24亿美元的捐助 预料到今年可以筹集将近90亿美元 但是如何做到全球公平有效透明的分配至少20亿剂疫苗 来看全球疫苗争夺战系列报道 新冠疫苗获取机制 以确保至少有13亿剂疫苗 将在2021年第一季度提供给92个经济体 覆盖20%全球人口 这些疫苗将按人口比例平均提供给所有参与地区 还需要维持应急和人道主义的使用剂量 而如何保证平均 新冠疫苗获取机制的发起者 全球疫苗免疫联盟和世界卫生组织解释称 在药剂经世卫审核授权 经政府批准快速部署后 不指定接种剂量 并对接种的地区要产生可预测的影响 同时加盟经济体要负担疫苗全部费用 包括运输和安全设施 但根据国家情况不同 具体付费情况可以协商 通俗点说 新冠疫苗获取机制 对分配方法和原则具有最终解释权 新冠疫苗获取机制 以担保的候选药剂交易包括 阿斯利康、诺瓦瓦克斯、强生、塞诺菲 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 还提供了来自中、美、德、韩、法等 十个候选疫苗 确保全球在2021年分配共20亿剂 世卫总盖使谭德塞表示 根据预先市场采购承诺机制 被分配疫苗的经济体需要具备 接种监管、基础设施的可用性 适当的法律框架 接种能力培训等因素 他同时表示 疫苗可以补充但不能替代已有的抗疫措施 全球必须继续使用所有方法阻止病毒传播 全球都在关心疫苗如何分配的同时 坦德塞表示 新冠病毒可能会长期存续下来 继续影响全球人口 接种疫苗并不能保证这种传染疾病得到根除 世卫表示 人类可能要与新冠病毒长期共存 放回是张伯蒂 瑞士 日内网报道 再来看日美关系 日本首相菅义伟周四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电话会谈 双方就加强合作 以进一步强化日美同盟达成共识 白宫发表声明指拜登与菅义伟讨论了两国共同面临的政策问题及全球挑战 双方重申美日同盟对地区和平与繁荣的重要性 拜登向菅义伟重申美国对日本提供延伸威慑的承诺 即美国的核保护伞涵盖日本 双方也肯定了朝鲜半岛彻底无核化 以及早日解决绑架人质问题的必要性 菅义伟会谈结束后向记者说 双方就加强日美同盟关系达成共识 并确认就应对新冠疫情 气候变化等国际社会共同课题开展紧密合作 菅义伟表示 双方商定将是疫情状况尽快将其访美计划提上日程 以实现两国首脑面对面凑伤 菅义伟形容 这是一次非常好的会谈 不过会谈未涉及东京奥运会残奥会举办问题 冯黄美视综合报道 伊朗议会发言人卡利巴夫周四罕见视察了 伊朗福尔多核设施的浓缩油情况 他表示伊朗已经提前加速生产 封度为20%的浓缩油 并强调这些措施是可逆的 如果美国和欧洲履行核协议承诺 伊朗也将回归核协议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 卡利巴夫当天视察福尔多核设施 对伊朗加快油浓缩活动感到满意 他表示伊朗已经开始在福尔多核设施 实施把浓缩油封度提高到20%的相关措施 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 卡利巴夫顿促一核协议相关国家 要履行承诺 称这是维护一核协议的最后机会 在这些法律下方的法律下方的法律下方 一朗原子能组织发言人卡玛万迪勒当天表示 根据议会的法案 在三个月内 伊朗将在核设施安装1000台IRRM力进机 伊朗将同时生产和安装这些机器 伊朗议会2020年12月初通过法案 要求政府在一定期限内 如果在没有发现对伊朗制裁松动的情况下 进一步突破议和协议的限制 富豪卫视与郑卡姆森德海安报道 好的去一下广告回来为您报道的是 国防部表示现行军官制度改革 是要建立军衔等级主导军官等级管理的基本秩序 中国生态环境部表示 已经为95%的珍稀宾威物种 及其栖息地提供了保护 董建华称 习近平对香港的关心和国家的支持 是香港抗议的最大政治资本 欢迎绝大城市市值通车 这节来关心的是2021年第一天 中央军委就印发现役军官管理 暂行条例 推进军官制度改革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周四在网络记者会上 详细介绍了军官制度改革的内容 强调这次改革是要建立军衔等级主导 军官等级管理的基本秩序 国防部发言人吴谦2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说 新的军官军衔设三等实衔 军官军衔按照军种化飞种类 在军衔前冠以军种名称 总体飞为指挥管理岗位 专业技术岗位两大基本类别 军衔等级主导军官等级管理基本秩序 在区分军官等级 表明军官身份 彰显军官荣誉的基础上 进一步赋予军衔体现军官能力素质 反映军官服役贡献的功能 进一步凸显军衔在教育培训 考核评价 晋升任用 退役安置等军官职业发展管理中的调节作用 让军衔回归本质属性 具主导地位 指挥管理军官共设军委副主席 只排值15个岗位职务层级 专业技术军官共设 振高 富高 中职 初职 四个岗位职务层级 用岗位职务层级替代过去的 职务等级的部分功能 同时单独建立军官待遇级别制度 以军衔等级为基础 共设19级 待遇级别与军衔等级 既构成一定的对应关系 又不捆绑过几 保证军官 即使在军衔不晋升的情况下 干得好 干得了 也可以相应提高待遇 这次军官制度改革 还调整了军官首次授贤政策 吴谦介绍说 主要变化是 生长军官本科毕业 授予少尉军衔 职度研究生军官毕业 取得硕士博士学位的 非别晋升为中尉少尉军衔 有利于解决我军长期以来 有少尉军衔 但少尉军官大量缺编的问题 有利于从少尉军衔开始 规划军官职业发展路径 让军官有充足时间 在基层一线 扎实历练 累积能力 夯实职业发展的素质基础 吴谦强调这次军官制度改革 始终把解放和发展战斗力贯穿始终 比如以相对伪定的服役制度 保证军官有足够时间累积和释放打仗能力 以客观全面的考核评价 把军官的打仗能力考准考试 凤凰卫视 霍卫委伟刘健 北京报道 中国生态环境部周四召开主题为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记者会 生态环境部自然生态保护司司长崔淑弘就表示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政策法规体系不断健全 生态空间保护力度不断加大 生物多样性调查观测体系也已经初步建立 根据生态环境部数字 中国划定的生态保护红线 为至少25%的陆地和海洋面积提供了严格保护 涵盖了95%的珍稀宾微物种及其栖息地 另外截至目前12个省份已开展了国家公园试点 总面积超过了22万平方公里 生态环境部自然生态保护司司长崔淑弘表示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了积极进展 全国划定的32个陆地 三个海域共35个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 约占我国陆地国土面积的29% 围管植物树占全国总数的87% 野生脊椎动物占全国总数的85% 同时还发现了新种和新纪录种51个 健全和丰富了中国生物多样性的家谱 崔淑弘还表示 有关生物多样性的重大工程推动了一批新技术 在生物多样性调查观测领域的应用 例如采用环境DNA技术完成对采集困难的 生物物种种类大范围的调查 可以看出中国生物多样性调查观测体系已初步建立 在政策法规方面 崔淑弘表示中国先后出台了包括生物安全法 动物防疫法以及渔业法等法律法规 使生物多样性法规体系日趋完善 冯凰卫视杨湘晨北京报道 内地春运从周四开始拉开序幕 由于疫情防控倡导民众就地过年 今年春运期间各地铁路民航公路客运 预期会比往年明显下降 春运首天北京各大火车站的出行旅客并不多 这在往年十分罕见 因倡导在经过年非必要不出京等多因素叠加 今年春运出京客流大幅下降 根据市交通部门预测 春运期间铁路上下车预计1000万人次 较去年下降近四成 民航方面预计进出港340多万人次 更比去年下降将近五成 道路方面交管部门预计 春节期间市民短途自驾行增多 节前高峰预计出现在年28和年29 高速公路出京会出现短时大流量 好着归好着 但是一年也就回这一次家 所以说该回还得回 现在离春节还有一段时间 买票也挺好买的其实 昨天买的票今天就走了 虽然客流减少 但防控仍有所加强 北京各站线均已落实无接触服务 带着身份证便可刷脸进站 出站和换乘等 最大限度减低传播风险 同时各大火车站春运期间 将加大环境采样和消杀的频次 保障旅客出行安全 出京客流下降的同时 在京的交通客流 自然就会比往年有所上升 市交通部门预计 春节期间市内公交和地铁客流量 将会比去年上升三成和八成左右 另一方面 据上海市春运办预测 今年春运期间上海对外交通 倒发总量达三千五百七十万人次 较去年增长百分之五十二 较2019年下降百分之二十 在虹桥浦东两大机场 所有人员必须百分之一百 佩戴口罩 并接受红外线五感测温 机场对人流密集区高频次进行消毒 并增加了自动循环物化消毒机器人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形势下 航空公司倡导旅客无接触 无止话 无聚集的智慧出行方式 在我身后 虹桥机场的C半票岛上 原本有18条人工的直击柜台 目前已经全部实现了自助服务 受疫情影响 各航空公司计划执行航班总量 明显低于往年 其中南方航空计划执行约六万班次 目前传统返乡航线的机票余量充足 而东航表示 一些旅游热门线路需求依然旺盛 将围绕越港澳大湾区等航线增加航班 红桥到三亚 北京到海口的这种 就是旅游需求比较旺的航线 也增加了 也加密了 总体来说 红桥 浦东 杭州 广州 昆明 这几个主要的站 春莹加班的班次都已经 都超过了100多班 民航总局日前下发通知 1月27日至3月8日期间的机票 可免费退票或改签 航空公司表示 近期咨询退票的热线明显增多 将增派客服人员保障旅客权益 广东省方面 春运首日 深圳北站人流比往年明显减少 但防控不松险 下定决心回家的旅客都表示 遵守防疫规定 做好个人防护 是优先考虑事项 今年春运 广铁集团 节前共计加开 零客列车14队 开行方向主要以 湖南 四川 江西 等客流集中方向城市为主 省内的高铁枢纽 除了做好每日的定时消沙外 还设置了专门的 免费口罩排发机 而在深圳机场航站楼各入口 则是严格实施查验健康码 和测分措施 并提供十度身份证 亲友代办等替代措施 为不会操作智能手机的老幼人群 提供便利 广东气象台发布消息指 在40天的春运期间 广东大部分视线 将会迎来4次冷空气 天气的阶段性变化较为明显 气温波动较大 那么体感阴凉 也是提醒民众注意天衣保暖 富豪卫视综合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三 以视频连线的方式 听取了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 林郑月娥的数值报告 并做出重要讲话 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表示 有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关心 和国家的支持 才是香港抗议的最大的政治资本和优势 也是香港的幸运 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表示 过去一年香港面对多重冲击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讲话中 以沉着应对来形容特区政府的工作 这是对林郑月娥带领管制团队的肯定 更是对她未来工作的鼓励 鞭策和动力 董建华认为 谈到香港爆发第四波新冠肺炎疫情时 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 很关心 很担忧 体现了对香港同胞的关切之情 又特别强调 祖国是香港的坚强后盾 中央政府会采取一切措施 全力支持特区政府抗议 而香港仅靠自身努力 无法有效控制病毒传播 有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关心和国家的支持 才是香港抗议最大的政治资本和优势 也是香港的幸运 董建华指 事实胜于雄变 去年全球最主要的20个经济体 都录得负增长 唯有中国内地一枝独秀 控制疫情是重启经济的根本性决定性前提 正是国家主席习近平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 中央政府为民着想 内地的疫情才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得到有效控制 另外 董建华说 香港国安法实施半年多以来 香港实现了大乱之后的大制 事实说明 只有坚持爱国者治港 反中乱港者出局 才是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保障 才是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前提 凤凰卫视为您一项报道 好 继续一下 回来关注财经消息 又会见 好 欢迎去搭乘 实施直通车 这节来看一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情况 内地互生股市集体下挫 央行继续回笼资金 令得市场担心资本面趋紧 打击了两市下跌 股指收盘下跌了1.91% 深深指责下跌3.25% 失守15000点大关 相关股市也失守29000点大关 隔夜美股大跌 加上市场担心内地会去杠杆 压抑了流入股市的资金 拖累恒生指数收盘下跌2.55% 至于台湾股市跌至三周最低位 隔夜美股重挫 区内股市也跟着大跌 拖累加权指数入收盘下跌1.82%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 近期对特定电连接器和保持价 启动了337调查 涉及公司包括了苹果产业链巨头 力讯精密 中国商务部在周四回应指出 将会指导中方企业依法应对 切实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 一贯倡导企业尊重知识产权 同时我们也反对滥用知识产权保护 行保护主义之实 商务部将继续指导中方企业 依法开展案件应对 切实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 希望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 能够依法客观公平公正的开展调查 妥善解决企业的企业之间的知识产权纠纷 美国国际贸易会还在22号做出裁定 认定来自中国的木质装饰线条 对美国国内产业造成损害 高峰也在记者会上 对此结果表达坚决反对 称将继续鼓励和支持中国企业积极应诉 并将采取必要措施 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 美方调查罔顾事实 使用替代国做法 滥用不利事实推定 严重损害中国企业 和美国下游产业 以及消费者的利益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另外针对印度电子核信息技术部 发布最新通知 将在今年6月永久禁止 包括TikTok 百度等在内的59款中国手机应用程序 高峰表示 中方已经要求印方有关部门 就此予以澄清 呼吁印方为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各国市场主体 在硬投资经营提供开放 公平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使中印双边经贸合作早日重回正轨 凤凰卫视 请问后有运 北京报道 好的 最后来关注一下天气消息 我们交给气象主播 今天节目就这样了 感谢您的收看 晚安啦 好 谢谢您搭乘今天的时事直通车 2021年1月28号 我上书 在香港 祝您健康平安 下会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